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能够在大小活动 斗法资源农耗农满哦 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白海獅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 我们在上礼拜介绍完大石花的社群日之后 确实我们使用魔法液在对战中打起来还算是可以 但是那套阵容其实还是有一个改良的方式 我们如果把大石花直接拿掉 配合着哈克龙跟电灯怪 也能够在对战中打出不错的成效 所以好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到底失去了大石花之后 变成白海獅会变成怎样吧 好 我们就维持着同样礼拜六的阵容 哈克龙跟电灯怪留着 那白海獅取代了大石花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打法 好 那首场的话来一个镜像对决 丹尼这个小账号的暗影版本哈克龙 其实体质上来说并不是特别坦 相对于在护点的情况下 血量上耗损会是比较快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得先发招 至少要把对手的盾逼掉一个会比较好 不过因为哈克龙本身被冰系给克制 想说白海獅上来会不会刚好一个冰力打到 就直接收下了 结果对手竟然是扛住了 有点可惜 所以其实这切脚并不是特别好 还是逼到我们开盾了 而对手的跌这角色是电灯怪上来的 但是运气好的是我们刚刚在哈克龙那边 是有喷了两个冰力 所以这边枪上有优势 只能转出去能够打电系的电灯怪 但是吃到他10万伏特 这边白海獅也是扛不太住 所以势必我们得保一下白海獅 但是也有点担心他会不会使用冲那一片盾 但是对手蛮真诚的 OK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再放一个直冲钻 压破你的盾 想让双方都没盾了 而且此时放完的话 可以发现到我们换角时间差不多快到了 因为刚刚我们换角的时候 对手哈克龙是有出招的 所以这边换角时间快到的情况下 对手想要多打几下 这边被我们掌握住了 结果他竟然把招式放在哈克龙身上 非常的好 他想要拢到极致啊 但殊不知我们这边也是跟他赌了一把 哈克龙直接上来 吃到对方高伤害的史万福特之后 目前白海獅还有直冲钻的气量 然后这边我们并没有选择白海獅上来 反而是让电灯怪直接上来跟对方扛 主要原因在于白海獅目前还有招式可以使用 如果对方后面有一只角色 我们能够用冰冻之风降他的攻击力 反而变二打一的局面会比较好 好对手换角了 大舌头上来 OK目前换角时间还有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这边我们使用史万福特出去 对手的大舌头势必要使用 强力鞭打才有办法把我们的水系电灯怪给拿下去 所以这边连续的出招 放完招式之后 可以看到换角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 所以白海獅可以准备上来 好冲上下去 直接把对手大舌头打残之后 立刻上来补他一个冰冻之风 这边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combo 这样的话对手攻击力还下降了 只能可惜大舌头是扛住了 然后这边残血出大招 此时的话肯定会是泰山的地 这边我们扛一下 结果是用强力鞭打 这边有点蛇啊 所以他没气了 我们这边就可以用电光把他垫下去 最后那一只电灯怪其实出招会比我慢 我们还是能够收下这一场 OK那这一场的话 虽然在开局 我们哈空的想象上是略输啦 而白海獅上来并没有一下把那一只 哈空给扒下去是比较可惜的 但最终我们轮流的一个窃角 还是把战局搬回来了 OK我们进入下一场 这样哈空的对手是七星鸟 那两者对决的话 弹度比较强的角色会获胜 所以这边我们直接换角 把白海獅留着 能够最后压制那一只七星鸟 然后对手选择带着草系招式的 克里斯亚上来的 这边出招很快啊 打草劫能够压制我们水系 这边不挡 打草劫的伤害量 大概是一半左右 等于说他再补一个 配合着精神利刃 能够收掉我们电灯管 这边有点麻烦啦 那此时的话我们很真诚的 斯万福特直接出去 稍微压破一下克里斯亚的血量 不过他竟然是挡着了 哇这个挡 是有点想要切后面的角色上来 但是哈克隆本身会怕他的越洋之力 再来的话白海獅比较难处理他的打草 所以一来一往比较尴尬一些 不过我们第二个斯万福特是有电灯 对手想要帮我们浓到极致 那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想法 就是跟对手应拼 这样的话在双方都没盾的情况 白海獅上来会比较好处理 因为毕竟白海獅并不是一只 以攻击速度著称的 相对于对手没盾会比较好去压制 好对手打草解出来 然后我们多挪一点气之后 把虫浪放出去 此时的话是能够抢取素位的 因为对手如果开盾挡 他的克里斯亚灰被我们哈克隆直接挡下去 最后我们能够用泰山阿底去打他七星了 所以他不热剑 所以他流了一顿 然后七星了上来的时候 我们的电灯怪很可惜没有放到招式 是有点贪啊 然后白海獅至少能够对到七星了 但对手是此时换角 电灯怪上来 电灯怪的话我们就用哈克隆来绝对压制他 哈克隆不同于快龙 因为本身是纯龙系 并不是飞行跟龙系 所以对方史湾浮特打我们也是减伤 所以这边的话可以尽量的跟对手耗 就算对手有盾的优势 我们还是能够稍微硬模的 对手史湾浮特出来 上来看起来普普 至少得再放一个招式 才有办法收拾掉我们 但是他放招式之前 我们是把泰山底放出去了 所以这一来一往 哈克隆顺势的收拾掉了对手的电灯怪 然后最后七星那好 是打不硬我们白海獅 所以我们就能够获胜了 所以开局如果跟对手硬点 肯定是会输掉的 后面两个角色也是怕克里斯亚 但是我们先用电灯怪 引出他克里斯亚之后 后面这边就好解决了 再加上对手想要硬保孙伟的关系 导致他的电灯怪 是没办法打到我们白海獅的 OK那最后剩下一只七星亮 这边要收尾了 七星亮要打白海獅上一辆真的比较低一点点 白海獅本身的坦度也算是不错 是不太容易输给这个七星亮的 目前的超级烟盟的环境中 其实白海獅很多高度玩家是使用的 在属性上来说 刚好都能够打一点 而且就算遇到刚系的话 目前有直冲转眼能够反击 好就下一场这场是直接看到电灯怪 是一个顺风开对手换脚 换出来的是天蠍 我们这边白海獅直接压制他 那白海獅最想遇到的 除了七星亮之外就是天蠍了 天蠍的话白海獅连盾都不用开 就能够拿下 但是我们想说 这边如果挡到挖洞的话 可以维持着非常多的气量上 然后面对到后面那一只电灯怪 可以连续两个中转 其实还是蛮赚的 所以我们就挡了一发 但是要让天蠍没法出招还是有点困难 毕竟他的出招数也算快 最终就吃到挖洞了 但其实看这个血量 吃到两个挖洞好像也不至于倒下 所以玩家如果用白海獅看到天蠍的话 其实连一盾都不用开也是可以的 好那我们一个中转下去之后 对手电灯怪挡招了 然后再补你一发 对手肯定要使用10万不热 才有办法拿下白海獅 所以这一来一往 我们虽然耗掉一盾 但没关系 可以看到对手直接开两盾了 一只换两只啊 OK那此时对手人不做了 是把招式放出来 所以准备子龙钻出去的时候 对手是出招了 但是我们留一盾 给后面的角色使用 此时哈克龙上来了 对手电灯怪并没有打算换脚 所以打算跟我们一抹 那这样的话 丹尼肯定会保这个哈克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二打一总比一只 最后被他草气压制来的好 好对手电灯怪此时出招 我们把他挡下来 他比较担心的是 他最后一只会是草气 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诶果然是草气 熊猫要上来了 熊猫要算是哈克龙比较难处理的角色 因为我们的标准的大招配置 都是泰塞亚底跟水流尾 那这两个招式在打熊猫要都会减伤 不过前提的是 我们这边有龙玺的伤害量 配合着 招式的一个威力 其实还是不错啦 而且电灯怪此时上来的话 不至于被对手吃到两个总指炸弹 还是能够冲浪把残血的熊猫要受下 所以这一场 虽然对手留了一只草气压尾 但最终我们靠着哈克龙以及电灯怪 顺利的收拾掉对方 今天在阵型上来说 其实虽然后面两只有水系 不过因为牌师本身有兵器招式 对手也不太敢切熊猫上来对抗 好 进入下一场 这场是穿山王 那今天最难打的角色应该就是钢西 三只角色在打的时候都比较辛苦 加上穿山王本身有直冲转 能够压制电灯怪 那我们这边想要躲他的冰冻犬 但是没有躲到 反而对手是忍住了 所以我们的电灯怪上来 对手是直冲转直接出来 有点可惜 并没有切掉掌刀成功 然后这边的话 冲浪出去 对手也算是非常冷静 那这冲浪下去的话 此时对手的穿山王也剩下半血了 还算不错 但我们今天的阵容真的比较难打他 因为哈克隆的隆喜打他减上 最后这个白鞋都不用说了 本身兵力的出招数很慢 你用直冲转真的压制到他钢西真的是比较困难 然后此时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对手是压西NP赢我们 但是这边保住电灯怪其实没有太大意 所以我们直接放掉 让我们的哈克隆可以上来稍微蓄一点气 毕竟刚刚是中途气就长招了 有蓄气的优势 一定能够比对手穿山王出招来得快 用电灯怪耗掉了对手穿山王也算是不错啦 好那这边我们太差点直接出去 虽然打钢箭张但是血量上应该是够的 一下下去之后对手穿山王是挡招了 中途我们期待挡招成功 因为对手肯定会来一个冰冻拳 然后我们白海斯本身水跟冰可以双抗 所以这伤害量非常低 我们留住了一顿 而对手第二个角色是玛丽路里亚 等于说他留两只角色都能够压制我们哈克隆 这场就麻烦 到底要怎么打赢这一个队伍呢 然后我们白海斯出招直冲转出去 比较可惜的是白海斯的第二个大招 直冲转的伤害量比较低 属性上没有压制的话真的是比较弱一点 但我们不可能选择冰系招式去打这个水系的玛丽 那加上护膜的话肯定会有点麻烦 对手等一下一定要斜角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把玛丽路里的血量上拉低一点比较好 好再补你一个冲转出去 然后下去之后对手玛丽只剩下半血 伤害量不高要四下才行 而我们把周围盾开完了 好这边要吃招了 对手嬉闹出来白海斯扛得住 然后中途我们让哈克隆上来 哈空池上来的话 然后在队友出招之前 哦这边是有点小失误了 竟然跟对手切齐 让他多补了一个泡沫出来 我没关系泰塞安妮出去之后 哦很可惜玛丽路竟然扛住残血 而作为一只角色是大嘴符 大嘴符这边出来的话 肯定是要稍微消磨的啦 因为他不想让我们白海斯练功练太多 所以中途将上了 那我们来一个泰塞安妮出去 直接把对手的大嘴符直接打残 目前的战局是玛丽还要一个泡沫才能够出招 所以关键就在于我们的白海斯大招能够打到谁 这边上来的话直接一巴掌打死这个大嘴符 穿山王目前没气 玛丽的话可以跟我们压死眼皮 所以我们可以等待一下 会不会是玛丽出来 除非他切上来瞬间又来一个切脚 我比较可惜的是我们周转是出去了 看起来对方是跟我们切齐的 所以这边收拾掉残血的玛丽 最后那一只穿山王是没有气的 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够比你把他打掉 但是这个血量看起来有点辛苦 好险对手来不及出招 我们是把周转放出去了 而且就算出招的话也是冰冻拳 这边是没办法收拾掉我们 所以残血获胜 算是有点惊险啦 开局遇到串山王比较难打 后面还是玛丽 OK进入下一场 这一场看到电灯罐 好这边电灯罐的话算是顺风啦 那对手会不会换脚呢 电灯罐基本是打不赢哈克龙的 除非他用一个斯万福特加上他的冲浪大道 但是这能量需求太高 我们肯定能攻泰山而定 配合这龙喜去收拾掉他 对手此时并没有挡招 看起来是要打单牺牲打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阵容 其实在打某些角色会比较难处理 如果把哈克龙这边弄掉 后面会比较尴尬一些 所以我们硬绑 而对手的第二只角色 气势上来了 气势上来我们稍微耗一下血 用一个水流位出去 这样的话双方有可能是平盾 好下去之后对手是挡招了 目前双方平盾 电灯罐上来 电灯罐面对到气势 对手有气量上的优势 我们先射个招式 电灯罐本身的弹度是OK的 还不至于被他的双双方弹打下去 对手很真诚的直接爱你球出来 然后这边也回敬他 很真诚的使用这个10万伏特出去 理想上是能够逼到盾的 让哈克龙上来收拾掉 也可以 不过对手是直接下去 他就下去的话 然后切霓王上来 这边绝对压制我们 霓王此时肯定很想要练功 那我们只能用冲浪稍微耗血而已 剩下的血量89V10 就会被尼巴射击给点下去 那目前就要稍微思考一下 怎么解决后面的角色了 他还有在半血左右的电灯罐 我们哈克龙能够处理他 然后巴尼斯的话去打这个鲁鱼王 完全没有问题 对手中途是冷了一下换脚 应该是在等换脚时间 但是我们这边也切脚了 哈克龙上来 此时哈克龙上来的话 他能够开盾直接把他打掉 没有问题 然后用龙袭把他吐掉 不过这边比较可惜的就是 我们刚好把队友打掉的时候 气氧上差一点点 但是他剩下半血 其实巴尼斯能够去稍微的对付 是没有问题 好 直到泥巴炸弹下场 目前对手一盾 而且我们直接上来的时候 立刻和冰冻之风对手就出招了 冰王其实很难打白海斯啦 因为论消磨战的话我们比较强 而且他比较引以围绕的热水 是没有办法出击的 所以他并没有办法降到我们攻击力 所以单扣泥巴炸弹 一定要收拾掉我们这么态的白海斯 他是不可能 好 目前双美盾呢 这边要收尾了 冰冻之风出去 目前血量上的差距明显大出来了 所以在对手选择气色的伤来缓冲的情况下 我们的电灯怪顺利的收射掉他 虽然是被他冰冰王给练功了 但整体不影响战局我们是获胜 好 只有下一场 这一场看到冰冰王直接在先发 哈克龙打冰冰王还算是顺风多 不过他是换脚了 哈克龙直接上来 那我们用白海斯来对付他 白海斯打哈克龙 完全没有问题 靠着优秀的弹度是能够抗 但是我们这边保一下也没关系 因为他一开始的冰冰王 如果我们这边血量上更多 可以慢慢用冰冻之风消磨他 会更爽一点 毕竟我们刚刚看到了 你把他沾到收尾掉我们 要花一点时间 好 冰冻之风出去 此时古文巨神2上来了 这边有点失算了 因为兵器打他火是减伤的 但是我们还是有直动转了 可以去打你这火星 所以一来一往 我们还是能够造成对方开盾的一个状况 好 对手率先开盾了 目前血量的话 暗影球应该是能够收尾掉我们 来看一下最后此时的出招 对手选择了魅惑之声出来 这边直接帮我们打到残血 然后有点可惜 血量上刚刚好是被对手点掉了 差一点就有办法出招了 那这样的话 对手目前的气量上又有魅惑之声 不可能选择哈克龙上来对不起他 我们只能选择电灯管 那这边就要靠肉体的强度了 此时对手选择的是魅惑之声 上一辆瀑布 我们立刻让哈克龙上来 本身能够抗火 还是能够稍微反击他 对手持盾了一下 所以我们多浓很多气 面对到链鱼网 OK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连续两个泰山大点 绝对能够压制链鱼网 所以这个换角非常关键 对手那个烧劲当我们杀量很低 我们是有浓到气量 然后泰山大点出去之后 对手链鱼网直接残血了 然后我们这边挡住招式 可以配合着龙玺跟泰山大点 把对手压着血量低一点点 但他还有一盾 肯定能够会看到他面对到电灯管 但其实血量上那么少的情况 电灯管上来电光能够收掉 所以这1打1网的话 反正我们是有优势的 好目前黏玺王出招 此时黏玺王残血 那这样的话电灯管上来 不过可惜啊 这个血量看起来不太够 那这样我们要再仰赖这个电灯怪的坦度了 本身电器是不是怕地面啊 但是坦度优秀的情况下 吃到这个泥巴战其实碰不到半性 然后他古文巨星上来的瞬间 我们不要浪费 补了两个电光 立刻让一个冲浪出来 所以用水系打货 收拾掉这1只古文巨星了 古文巨星算坦 但是属性上还是有压制的 最后黏玺王上来 没办法出招 我们是获胜的 所以这一场虽然我们让白海诗 有了非常好的表现 但是古文巨星稍微干扰到我们 不然还是稳住了 好就下一场 这样同样看到哈克龙 那我们在前面有讲 丹尼这一只的体质哈克龙 真的是比较弱一点 我们是率先黄血 这边只好先出招了 不过这一场对手比较猛 明明看到他血量上比较多 代表他坦度是比较好的 他竟然跟我们压CMP了 所以这场算是赚到了 然后对手下去之后 选择大舌头上来 目前丹尼在超杰猛 最常看到哈克龙开头的阵容 并不是丹尼今天使用的这个白海诗阵 而是以大舌头跟电灯怪为主軸 但是也有优缺啦 因为如果你是电灯怪跟大舌头的话 像你遇到天蝎啊 或者是看到西西鸟 就不见得有绝对的优势 所以白海诗 算是有一部分的绝对压制面 但是面对到那一套阵容 可能会比较麻烦 因为电灯怪在属性上 还说压制到我们的白海诗 再来的话大舌头本身有强力鞭打 也比较麻烦一些 好那这边 对手电灯怪上来了 果然是没有意外的 那我们转转出去 稍微逼迫你开盾之后 实施来一个镜像对决 这moment赌的就是一个心理战了 因为其实我们这边切上来 对手肯定有枪上优势 他完全是不需要跟我们演戏 就可以用史万福特连法 那这样的话 我们要靠着冲浪去骗盾 史万福特能够真的打到 这场才有机会获胜 那我们第一下 就来读读看 对手是不是会开盾呢 一下下去之后 对手果然是给尊重了 从心理战的角度来看 其实第一下 要骗盾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我们还是很大胆的 给他施展出去了 但是这边 目前还有一盾 我们打算再毒一把 不开盾之后 结果对手冲浪了 所以在我们一个骗盾成功 另外一个这边 不开盾 让目前的战局 有点拉回来了 目前留有一盾 还有一点操作空间 然后这样的话 血量上 差一点 哦呦好险还是有把这个冲浪给放出去 对手适时的切大舌头上来 冲浪出去能够稍微耗险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让白艾斯上来 轻轻松松的使用冰地把它打下去 最后跟那一只电灯怪 压个CMP 只能赚出去 我们就能够获胜 所以这一场虽然在后面那边 对手的电灯怪有一个极大的优势 但是他并没有把握住 一来一往 我们把这个劣势给扳回来了 好 此次大舌头出招 目前我们血量还有一半左右 太沙地 沙尼泊泊 最后直接来一个中转 这一场就收尾了 其实今天的阵容上来说 打那一套是比较辛苦的 因为后面两只的角色 在属性上是有稍微压制到 但如果操作好的话 还是能够获胜 好 进入进入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看到巨刺肥鱼 巨刺肥鱼的话我们这边来换脚 白艾斯引诱他后面的角色显出来 如果运气好的话 电灯怪堵到他是最理想的 那此次巨刺肥鱼并没有换脚 肯定会是厌烦 因为他另外两招 一个是水的一个是冰的 不可能拿一打牌还是 而且是杀害量补补 我们可以稍微忍耐一下 不要急的出招 多挤一点气 以防他后面有一些奇怪怪的 我还是有气量上去压制他 白艾斯的缺点就在于 出招数稍微偏慢一点点 好 对手第二个招数出来了 那这边不挡 因为目前攻击下降一截 杀害量更低了 然后同样的稍微观察他一下 他想要干嘛 好 对手此时还是不换脚 但是我们松途是把这个冰冻中放出去了 冰冻王此时用脸吃招了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先降他攻击力 然后在他出招之前 立刻再补一发 非常赚 只是这边要稍微小心 巨刺肥鱼是留有冰冻光束的一个气氧上去换脚 所以如果你在这边把盾用掉的话 哈克隆肯定会吃到冰冻光束 比较麻烦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对手 冰冰王出招 此时冰冰王的招式 是泥巴炸弹出来 但是因为攻击下降太多 没办法收拾掉我们 所以我们准备再次出招的时候 逼得冰冰王这边把气氧上当飞掉 我们就可以让哈克隆上来练弓 不错 而且目前的电灯怪是必凯的 哈克隆上来 这边也不太需要挡招啦 因为他的攻击力也比较低 不过他竟然是没有按到招下去了 差一点点 古兰巨刺飞上来了 这边一定是可以挡 不挡的话 吃到冰冻光束会直接死掉 好 挡完之后 想要把队友农下去的情况下 他对手是切脚了 土王上来 哇 土王有点麻烦 因为毕竟他地面戏能够打我们的电灯怪 但是他的一个地震是没办法收拾电灯怪的 所以我们还是能够用冲浪去骚扰他 好 这边土王出招蛮快的 看起来应该会是毒气大招啦 污泥炸弹出来 这边挡招 然后目前没盾 然后我们可以再用一个水流 压破他的盾 但是目前就比较麻烦的是 对手出招 肯定会让哈克隆重伤 所以我们打算来一个适时的切脚挡招 然后适时对手气了 结果他竟然没把招式放出来 所以他忍住的情况下 看起来会是地震出来了 因为在普通超级的猛地震是比较常见的 好 地震出来 果然是收拾不掉我们电灯怪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只要冲浪立刻出招 而且他巨次飞也不敢上来 其实巨次飞也不敢在哪一刻上来 他都会死掉 因为我们两只角色的单点伤害量都是够的 好 这时候土王残血了 适时他一定要挡两招 一个收拾掉电灯怪 另外一个收拾掉哈克隆 所以这边很关键啦 到底哈克隆上来能不能够出招呢 好 再一次吃到无级炸弹 但是对手并没有选择换脚 反而我们是把水流位给放出去了 收拾掉残血的土王 最后剩下一只巨次飞鱼 巨次飞也来不及出招 我们就能够获胜 这次巨次飞鱼有点可惜啦 他如果刚刚不使用冰冻光束 而是用厌烦的话 这场我们会输掉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我们改良上礼拜六大石化的阵容 拿掉变成了白海狮之后 整体在对战中的稳定性更加优异了 毕竟目前的环境中 确实有许多飞行系 或者地面系的角色 让白海狮之的生存力来说 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 而且他能够将对有攻击力 又能够直冲转去打很多属性 整体的万用性也算是非常高 是我们目前在超结盟 感觉不错的阵型 所以玩家如果喜欢的话 也不妨可以参考今天的阵容 在对战中尝试看看 那么今天的影片 就提供给玩家们 当做参考咯 我们下部影片 见 明天一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